大家好,我是亮亮 昨天上班一天,回到家的时候 爸妈妈已经替我把院子全部都收拾好了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了 顶上的雨棚分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全封闭的,一部分是开放的 不愿意做成全封闭的原因 是考虑到肉肉,还是直接接受到太阳直射的比较好 现在即使有了雨,顶上有了架子 再重新遮起雨来也会比原来方便太多 说有雨就有雨 昨天晚上在所有人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溜溜的就下了一晚上雨 不过雨不大,早上起来看 这个半开放的雨棚下面被遮住的这个部分 雨一点也没有下到 这盆圣卡前几天在雨底下淋的时间有些长 摊得特别大 现在正好在雨棚下面给它好好控一下 哈里沃森是这个秋天让我感到比较惊喜的一个品种 你看这一盆,夜边都已经放红了 它这盆是两个种拼成的 边上还有两朵七螺 七螺红的似乎更加厉害一点 这个盆是另外一盆哈里沃森,盆比较大 刚上盆的时候是一个单颗和一个群生 现在都长成一个大群了 小头也一直长大了 而且一个夏天雨多 它也没有怎么涂长 花形也一直很周正 这个品种有点弱不亏 中间这一排肉肉 是目前整个园子中间光照最好的一片地方 由于顶上没有顶横 所以昨天晚上的雨让它们饱饱的喝了一次水 看看这盆 状态一直在现的猎户座 这两张我用地板砖拼成的桌子上 放了一些都是小盆的肉肉 现在每天的温度基本都在10度到20度左右 所以秋天的温差 让它们现在似乎也有一点五颜六色的味道了 这盆前两天沾上了不知什么会脏兮兮的蓝光 昨天在雨淋之下 好像那森灰也被洗了下去 重新又有了仙气飘飘的感觉 旁边的达芬奇密码 目前我看在网络上挺红 很多仰热肉的朋友都在购置这个品种 其实我不在家的时候 花盆的摆放大多都是爸妈和妈妈来完成的 他们现在对这一片 有着详细的规划 院子让肉肉沾满了 爸爸现在也种不了菜了 所以没事的时候在花园里转一转 摆一摆 也算有利他身心健康吧 这盆晚霞 我现在感觉有些美得惊人 它已经成为我肉肉园中最亮眼的一个所在 放在这一片肉肉中简直是点睛之笔 所以这片肉肉也成为我肉肉园中最漂亮的一群 这盆子鲁兰女王 前一阵子煮头断了 现在给它栽了一下 这盆大的彩虹糖 颜色现在也越来越紫了 就是叶片还有点稀疏 奥利维亚叶片坍大大大的 但是叶边已经开始泛红了 这盆前一阵子熏上盆的阿伦培 现在把它放在阳光最好的地方 让它好好地接受光照 这盆璀璨刚入手的时候 是黄中带红心的 今年我能把它养出那个状态吗 现在它的芯是粉的 这盆嫩黄嫩黄又带粉的美性性 依然是这片肉肉中的亮点 只是这次在施工过程中 不小心给它断了一个头 这盆小彩虹糖 叶片上雨滴润润晶莹 在阳光下发着光 爸爸在一边不停地调整着 肉肉的摆放 以便给它每一盆都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其实2021年对于我和女儿来说 都不太好过 女儿学业和科业的重要 而我工作和生活中 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在又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和女儿的生活都净乎于混乱 这时候幸亏有爸爸妈妈他们过来 他们来了之后和我一起养肉肉 在家里照顾我和女儿的生活 在某种程度上是见我和女儿一种 在家里照顾我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再见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